华严经所阐述的新式广播就像是一种平行宇宙 许多修习华严经的居士 对于佛经理所提到的新式宇宙 与目前科学所探索的物质宇宙 两者之间的关联感到好奇 任教育成功大学航空太空工程学系的杨宪东教授 今天为我们说分明 平行宇宙的话就是说 我们这个宇宙之外 还有其他很多的宇宙 跟我们同时都存在的 多重宇宙它有点不太一样 平行宇宙可能就在相同一个维度 它的大小可能跟我们一样的 跟我们的平行在一起的 这个平行可能就是同一个阶层的平行 还有更高阶层的平行 所以多重的话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 每一层都有平行宇宙 所以它有很多层 然后每一层里面又发分层 多层的平行宇宙 所以它这个是那个 我们叫做多结构的 是一个复杂的一个宇宙的一个模型 从我们科学的观点来讲 就是这个华言经提出来一套 关于解释这个宇宙的组成 它的每个部分的细节 可以说都是超过了 目前我们科学界可以了解的 那种细节的程度 可能都是我们科学说不知道的 华言经所记载的 星式宇宙 部分内容与物质宇宙 有着相同的叙述 但细节又广博到 无法以当今受限的科学来探索 目前的科学 尚无法突破宇宙的维度 而华言经所提及的星式力量 已经说明如何借由禅定 自由的在宇宙中翱翔 法界新闻 蔡慕章 刘明明 台南采访报导 Evidic Scotia 注jon ived 评 Shouldn't heut 评固